3月27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国是合作还是对抗 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靠人民书写 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 中国有句话 从善如灯 从恶如崩 希望两国各界人士多来往 多交流 不断积累共识 增进信任 排除各种干扰 深化互利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美方代表发言 并对他们关心的问题一一做出回应 习近平指出 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 这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也离不开国际合作 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 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 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我们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既让中国人民不断过上更好生活 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 习近平指出 我多次讲过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 开放不会止步 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持续建设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 面对中美经贸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 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 互惠互利 平等协商 按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办事 扩大和深化经贸互利合作 尊重彼此的发展权利 追求中美共赢和世界共赢 欢迎美国企业更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大型经贸活动 继续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 赢在中国 习近平强调 这几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 也遭遇过严峻挑战 其中的教训值得吸取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去年我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 最大的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应该稳下来 好起来 过去几个月 双方团队围绕我和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 在政治外交 经贸财金 执法禁毒 气候变化 人文交流等各领域保持沟通 取得了进展 当前形势下 中美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 而是更多了 不管是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 还是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中美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 而不应该成为阻力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都需要中美协调合作 展现大国胸怀 拿出大国担当 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 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保持中美关系止跌其稳的势头 积极探索正确相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 持续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格林伯格 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爱立森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等美方代表 在发言中感谢习近平主席波容会见 他们表示 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实现了非凡经济增长和转型 体现了强大韧性和活力 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下 中国致力于发展新制生产力 实现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相信中国将实现自身发展目标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融合 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是世界的正能量 美中经济关系紧密依存 两国唯有和平共处才能实现各自发展繁荣 修习抵得陷阱并非必然 美国企业赞赏中方近期出台的 一系列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将坚定不移继续深耕中国 同中国发展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 去年11月在旧金山成功会晤 提振了美国各界和世界 对美中关系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 支持美中双方加强各层级交往交流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建立稳定可持续富有成效的美中关系 王毅参加会见 对美中双方加强各界的预期 对美中双方加强各界的预期 对美中双方加强各界的预期